各方的学术界都很流行这种说法 但是这些人说话的这些人忘记了一点 你比如美国学者吧 你就忘记了 你说中产阶级达到某个数字就应该是革命了 但是你忘了美国当年革命的时候中产阶级有多少 恐怕没有多少吧 美国当年认得字的人有多少 美国民主的时候 建国的时候 美国当时的经济水平达到什么 那时候美国是一家最穷的国家 它不照样是个民主革命了吗 所以这些理论呢 其实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 包括城市人口达到多少 更不要说那个第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当时城市人口比例肯定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些标准呢 其实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有些国家可能是达到这个以后变化的 有些国家未必是这样 其实真正的原因呢就是 当人们对这个社会 社会的这个领导阶层非常不满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可能就会产生推翻它的动机 那么还有其他很多条件 很复杂条件促成 最终革命形成了 那就把它推翻了 推翻之后呢 我们选择了民主制度 那就是民主了 但是在中国古代你看反复的推翻了以后 选择的不是民主制度 那也还是不民主的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不能算定的事情 要和大家去努力 大家去操作的 我觉得 这些提法呢 我们可以参考 但是不是很重要 好 我今天呢打电话呢 可能是这个是因为你到上我们节目啊 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我们接了很多 还有很多 利特线现在全满了 我们再接一接电话 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 好 请讲 就是经常我就是上网就是搜这个中国茉莉花革命还有茉莉花集会 可是演示那个网页都是非法 就是闲置不出来 我也特别想参加这个茉莉花集会什么的 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参加 像我们我在是河北唐山 但是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这个活动 好 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发的 其实这个有的是号召说在中国四十几个城市啊 比如说上个星期天 他有一个单子 就是在中国多了多个城市 每个城市有一个具体的地点 欢迎到那里去散步啊什么的 这个 你要是以他们建议呢 说你要打三个代表 也许可以能够设置了 因为三个代表呢 中国网络警察不太容易封闭 封闭的话就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给封掉了 是吧 所以这个词很难办 你可以试试看 好 下一位 上海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 你好 请讲 请问为什么取名叫茉莉花 谢谢 好 谢谢这个上海陈先生提出问题 对 为什么叫茉莉花革命 因为最早起源于这个 突尼斯 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 所以大家就是习惯性的管它叫茉莉花革命 那么现在到了中国呢 大家也管它这么说 这只是一个说法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好 谢谢给我们听众的解答 咱们再继续接电话 广东的温先生 温先生 你好 你好 郭先生好 首先想问我为 温先生表示同学的建议 他是我们 民族人 民族 最新民族人是在国前辈 前辈 谢谢你 谢谢 有时候我打电话来就是想 英国 就是从我做中东的模特化 我对中国这个什么民族 还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就以前我是感到很绝望的 因为从这个事情后 我也感到比较有信心的 我 不知道 温先生在美国了解的情况是什么 反正我在 就说 就是 克林顿 就是美国国务卿 将来什么 要 要打破中国的什么网络 现在 在中国大陆是最苦闷的就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外面的信息 我不知道你们在 得到信息 美国得到有个地方信息 好 谢谢 好 谢谢广东的 温先生 温先生 对 对信息方面特别 渴求 其实 这也是国内大多数人的想法 共产党花了那么多钱 多少个亿 去做那个金顿工程 网络封锁 而且有很多的网警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封锁消息 对 因为 人们得到了 足够的信息以后 其实 大多数人自己会做出 比较准确的判断 共产党怕的就是这个 因为共产党是一个 欺骗性的政权 它靠欺骗老百姓来维持政权 这是它一个支柱 所以说这个获得信息 相当困难 这在国内是个问题 确实现在还有 也有一些工具 我不知道国内朋友 是不是能够获得 就是一些 突破网络封锁的一些软件 据说是在网上可以 自由地下载 免费地下载 但是在国内怎么样下载 这方面技术 我就不是很懂 大家可以问一下 自己附近的一些小青年 其实年轻人对这方面 可能 懂得更多一下 因为现在发现 每天翻墙出来的 就是突破网络封锁 出来看国外网站的 可能每天有上百万人刺 所以说 其实这些东西在国内 已经很普及了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 到周围的人那 访问一下 问一问 就能找到这种软件 好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讨论 还有八九分钟的时间 那么欢迎您继续打电话来 参加和魏京生先生 进行对话 进行探讨 魏京生先生 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 在大家都知道 也许有些年轻人不知道 在1989年的西弹民主墙 当时主要的领导就是魏京生先生 他后来因为西弹民主墙 因为批评邓小平 和推动中国的民主 为民主呼吁 而被关进了监狱 被监禁了很长的时间 好 欢迎你打电话来 下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还在先生吗 在先生 吉林的林先生 请说 你好 林先生 林先生好 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 你好 中国的茉莉侯法是能否在中国盛开 我认为 早晚有一天是要盛开的 你就看今天 这是 中国的这种现象嘛 他无腐败盛行 尤其我是现在 我就通报一个最新的消息 盐 现在盐各个 像在我们在长存吉林地区 盐各个商场商店都没有了 脱销了 什么是原因造成的呢 就是说 说日本那个 地震 也就是 核扩散 影响到那个 说是 海水污染了 说是周山 那个盐厂 不生产了 现在大伙 疯狂的 全口盐 一天的工 整个浪 现在就是说 超市啊 批发布啊 盐已经就断了 现在老百姓 这些 也挺很深 也而且 盐还涨价 涨价 现在也没了 360克的卖到7块到原来是1块钱 现在卖到7块8块10块 像长存已经 10块10块也没有了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旦中国有什么突发世界的话 我相信中国啊 就是说这种茉莉花革命 也一定能后 会那个 开放 另外我有一个建议 魏京星先生 就是说咱们那个 我后来网那个网站 把那些 我记得有一百本几书 能够让大伙呢 能够让那个免费的进行下载 做一个这样是这个网站 现在国内是老百姓的 主要是信息不灵 如果这一般本书 老百姓真能够举书 老百姓能够看到的话 那也就是共产党垮台这些 好我就提这些吧 不占有更多的时间了 好 谢谢今天林先生 林先生 信心很足的 很有信息 其实现在国内很多人 我觉得都是像林先生这样 他们很有信心 因为什么 确实也看到共产党脆弱 我刚想起刚才漏掉了一个话题 刚才我想 总没想起来 刚想起来 前面一位先生 王先生提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这个 温家宝和这个 吴王国 这次他们两个态度 好像非常鲜明的 有对立 在人代会上 两个人的工作报告 完全不同 吴王国在那讲五个不 不许这个 不许那个 但是温家宝就在那讲要政治改革 没有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 其实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其实很重要一个信息 就是反映在共产党内 有相当一部分人 也已经看到了 这个局势很危险 局势很危险以后 它有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 像温家宝这些 他们已经 钱赚了很多的 甚至已经退出党内 但是 在任期内 钱已经赚得差不多 或自己亲戚赚了很多钱的 这些 他们觉得呢 以后要想过好日子呢 你还是得主动进行改革 主动向台湾 或者这些国家改革了以后呢 至少 你不会被老百姓去清算 这样或者清算的 没有那么严重 至少你身家性命 还是有保障的 可是另外一派呢 像吴邦国这一派人 他们也感到了这个危机 已经有危机感了以后 他们的反应就是 我还得加强镇压 我甚至连宪法我都不顾了 说话都已经 很明显的违背宪法 我说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 甚至弄不好还要废除宪法 只要能保住我这个政权 这两方面虽然意见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都差不多 就是想 保住共产党的政权 但是怎么保住的方法上 可能有区别 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了 现在共产党 这个一党独裁 这个政权 确实已经到了 快要崩溃的边缘了 好 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 再接几个电话 好的 辽宁的袁先生你好 好 是我吗 是 请你说 是 请说 您是 魏京城县 对对对 现在中国的民主仪式 对对对 嗯 那 那 你们谈着这个 这个 默默的化运动啊 中国呢 现在 目前好像是 分开不起来 那开不起来 这原因在哪呢 据我所了解啊 那 你们讲 谈腐败的问题呢 中国政府呢 也得 抓腐败分子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这个腐败呢 从哪来呢 据我所了解 从军队来的 这个军队是最腐败的 这个军队是最腐败的 军队你比较说的 当兵呢 要想当个自然兵 要在教主的学 好 这个梁宁的原响 今天今天你谈到这里 欢迎你以后继续打电话来 下一位是陕西的庞先生 庞先生请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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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董事长好 家里面好 你好 我是一个能从的 这个茉莉花革命网 老百姓呢 现在是很少人知道这个茉莉花 我也是从这个卖败之言 好不容易看到这个事情 我出去忘了有好多人 以后 百十百个人 知道呢 只有两三个人 从此也很少 所以这个在 该部这个 腐败这个问题吧 老百姓现在好像是 没人的 就是说是 人家是该部自己 就要跟人家去 有点特确 其实我们是能从的 能从了 你好像就这么这么的看法 所以说这个 卖败之言呀 把这个 没人的 没人的 什么 什么 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 谢谢 庞先生打电话了 我们呢 还有几十秒 再接一个简短的 接一个电话 江苏的沈先生 请长后长说 沈先生你好 我认为在目前的时候 这个还有些困难 因为大多数人 缺乏这种勇气 好了 我就等到这吧 好 谢谢沈先生 沈先生认为 大多数人缺乏这种勇气 您认为是这个 时间还没有成熟 我们还有这个 二十秒时间 你觉得中国老百姓 缺乏这种勇气吗 其实说实际还不成熟呢 指的就是 老百姓普遍缺乏勇气 但是呢 老百姓缺乏勇气这件事情呢 得从两个角度看 一个是平时的时候 当镇压很严厉的时候 大家是非常害怕 但是呢 一旦一个气氛起来了以后 人们往往受气氛 二小的人 可能到一出事的时候 他会变得非常胆大 八九年就正名 对 很好 好听众观众朋友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中国著名民运人士 魏金生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 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通宵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微信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您还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 一项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焦点对话节目 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 是否需要改变 著名人士就焦点新闻展开辩论 在针锋相对中为您提供最新信息和观点 是不是一档专权 你是不是垄断所有的权权 广播 英特网同步播出 中国警匪勾结 官黑勾结的现象 到底有多普遍 焦点对话 每周五晚上九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